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閃電颱風今天稍微有一點開始要停止打轉了 過去它進入一個安行場不怎麼動 現在來看的話整個預測上明天應該會開始西行 那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應該就是在禮拜五的上午到中午這段時間 那它大概就是我們南端的鵝卵比到呂宋島的北邊 可以說是巴士海峽的中線附近這樣通過 當然往北偏一點點五十一百公里或往南都有可能 但是這個劇本會不一樣 但是現在大多數的預測看得出來整個暴風圈 可能會碰觸到我們海上警報的區域內 所以這樣來說的話就大概會發布海上警報了 所以請大家明天要稍微留意一下 會不會發布海上台風警報 當然海上是影響海上 所以陸上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都會可以放心 但是要留意它這樣經過的過程當中 它外圍的水氣會不會接近到東半部 你看這個就是東半部 今天有點淺薄的雲氣 有點偶真雨 但是未來會不會近一點點帶來一些雨勢 就是要關注的焦點 那現在來看的話 原來它受到這邊的高壓跟這邊的高壓的影響 卡在中間 現在這邊高壓有這種增強的趨勢 所以會帶動它往西走 那這個是天鵝颱颱風 它現在要登陸到越南當中 那未來各位有沒有看到 整個預測上大概都是跑不掉 已經蠻穩定的 過去曾經有一度只能會到台灣 但是這個都是模式變動當中可能的結果 現在秋天的颱風說真的要定期的更新 每天每天看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颱風預計往西走之後 有一些水氣會影響到東半部 要稍微留意 那後面也還有颱風會在發展 因為這個整個環境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有些預測說 又會來台灣附近了 但是這個看看就好 因為這個變化空間實在太多了 大概秋天的颱風看兩三天就好了 現在來說的話 整個環境來說的話還是東北風 但是明後天會改為偏東風 甚至颱風外圍環流改為偏東南風 整個西半部會有點在背風面 會有點熱一點點 會溫一點點 但是到禮拜天下禮拜一 整個東北風增強 北部跟東部又轉為偶振雨的天氣 那中南部相對的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兩天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降雨 等於是北部跟東北部有一些偶振雨發生 那禮拜五的時候會比較多一點點 東半部也有雨勢 那禮拜六也有一點點 但是會慢慢的緩和到禮拜天 不過禮拜天另外一波東北風增強 北部跟東北部又會轉為偶雨的天氣 所以這幾天要注意溫度 像今天早上還滿涼的 不過白天還滿晴朗的 明天會稍微回溫一點點 禮拜五又再回溫 這個有的預測還預測滿高溫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應該會比較陰沉 不會拉到那麼高溫 但是禮拜六禮拜天 尤其是禮拜天另外一波東北風來 又拉到21到24度 沒有到很冷啦 但是有一點涼的感覺會出現了 那南部來說的話比較不受到這個變化 中南部呢都是相對比較穩定的天氣 我們給我們看一下這兩天呢 就是空氣污染 昨天有一些境外空氣污染 現在緩和很多 但是南部來說的話還被封面 還是有一點點 大致上呢各地都多雲到勤的天氣 那明天呢在東北部呢 還是迎風面還是偶陣雨 但是多處是比較晴朗的 溫度呢也有一點回溫 你看南北都差了四五度左右 南部還是要注意空氣品質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這個閃電颱風呢 稍微往北偏一點點 所以它可能會發布海上警報 機率還滿高的 所以請大家明天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這個防災作為 發布海警就跟沒有發布 有點差距齁 但是陸地上呢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直接的影響 東北風呢略減 所以周四五西半部略回溫 東半部呢到東南部 周四五會有一些短暫的雨時會發生 可能連續到禮拜六 那周末呢整個台風就遠離了 會大概會慢慢的回溫 但是禮拜天東北風再報導 又會再降溫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